大家好,欢迎收看老陈频道,喜欢老陈讲的故事,记得点赞订阅评论下吧 这期继续分享寻找第五,头儿,苏小姐的钱包 顾老六将一只精致的小黄牛皮的钱包递了过来 放你那好了,明天正好你给它送过去 周森眉伸手接,直接吩咐道 头儿,这钱包可是您答应给人送过去的,我可没这个义务 顾老六直接把钱包塞进了周森大衣口袋里 嗨,周森愣住了,这顾老六想什么呢 自己根本就没想过要跟苏云这种工商业大佬的千金有什么瓜葛 但是顾老六已经走远了 开车回到家中,尹琳娜晚上居然做的是白菜羊肉大葱馅的饺子 味道还不错 周森一口气吃了三十个才停下来 这大冬天的晚上也没什么娱乐活动 睡不着的周森只能用看书来打发实践 但是,没过一会儿,他就睡着了 原生果然没有多少搞文艺的细胞 自己也受其影响了 一觉醒来已经是早上六点了 赖了一会儿床,起来,刮胡子,刷牙,洗脸 他得去买几条新的裤衩子 虽然现在穿的也是自己的 可总是有那么一点隔音 这难道是心理洁癖 原生的那些男士香水 周森迟疑了一下 最后还是用了一点 不能改变太大了 忙完这一通后 差不多七点钟从楼上下来 尹琳娜已经做好了早餐 老样子,牛奶,面包,煎蛋和烤肠 周森今天心情不错 把自己那份早餐全都吃了 尹琳娜看在眼里 满眼都是笑意 瓦西姆少爷,快要农历春节了 安东尼老爷什么时候回来 尹琳娜问道 以前,每年春节 他都要陪你一起过的 今天几号了 周森愣了一下 他确实没太注意这个 2月5号,农历是腊月时期 尹琳娜说之前 特意查了一下日历 所以记得很清楚 那就就是 还有十来天就是除夕了 周森心生一丝感慨 自己居然要过来到 这个时代的第一个春节了 应该快了吧 家里该准备的 你先准备着 钱不够的话 跟我说 周森说道 安东尼老爹走得虽然匆忙 但是每个月 家里各项产业的近象 还是交给了他的 他是安东尼 罗宾现在唯一的合法继承人 安东尼老爹的产业主要在食品领域 名下有一家公司 取名安东尼洋行 火魔工厂两家 精米厂一家 另外还有食品加工厂一家 主要是生产格瓦斯 大猎巴和红肠 家里吃的 都是自家工厂生产的 另外 还参股了烟草公司 榨油 以及赛马厂等等 购买商铺二十余间 自用和出租 算起来 安东尼老爹在槟城的资产可是不少 周森可算是妥妥的富二代 但安东尼老爹 对他用钱控制比较严格 除了他当警察的薪水之外 每个月也就给他两百元的额度 而经营的事 则交给一个叫尹万诺维奇的白俄负责 他是安东尼洋行的总经理 几家工厂和直营店 也都是归他管理 尹万诺维奇跟了安东尼 罗宾超过15年了 基本上安东尼老爹的生意 尹万诺维奇都有一份 两个人倒像是合伙人 安东尼老爹负责大方向 已经跟政府和日本人的关系 尹万诺维奇 则负责具体经营 非常完美的组合 但是周森的记忆里 安东尼老爹这次走后 除了一开始还过来一下 看一看他这个中国大侄子 后面就见不到人影了 其实周森也没太在意这个 若不是尹林娜提起 这就快要过农历新年了 他才想起来安东尼老爹走后 他有许久没有见到 这位尹万诺维奇叔叔了 他也是那张照片上的一员 那个尹林娜 我晚上可能不回来吃饭 你别等我了 周森想了一下 自己是不是找个时间 去见一下这个尹万诺维奇叔叔 不管怎么说 他也是晚辈 现在秋山支柱告诉他 安东尼老爹死了 这个消息总不能一直隐瞒下去 正好也借个机会试探一下 哎 自己这原生真是一个麻烦 他还是怀念 自己过去那个单纯的宅男生活 现在这日子过得 太费脑子了 他倒是想虎驱一阵 大杀四方 万人臣服 可是偏偏现实是战战兢兢 如履薄冰 宋科长 车还给你 周森回到警署 把车钥匙放在宋品员办公室桌上 油给你加满了 正在翘着脚 看报纸的宋品员 放下手中的报纸 瞥了他一眼道 着急还车干什么 你不是还要给人家苏小姐送钱包吗 周森一阵无语 顾老六这个大嘴巴 怎么到处乱说 你别怪顾老六 他昨天在警署等你 我看他手里拿着一个女士钱包 多嘴问了一句 宋品员呵呵一笑 车钥匙拿去吧 别让人家苏小姐在家等太久了 我又不是给苏文青打工 打个电话 让他自己来取救室了 周森说道 宋品员有些吃惊地望着周森 这小子是不是被金素英给伤狠了 那苏云可比金素英好多了 人漂亮 性格还好 最重要的是 家事更不一般 这要是当了苏家的成龙快婿 那就发达了 不过他一向不喜欢多事 于是呵呵一笑 那是你的事 我不管 文昌桥 苏家大宅 一座中式庭院 老爷 警察局刚打来电话 说大小姐的钱包找到了 让大小姐亲自去取 正在吃早餐的苏文青听了苏星的禀告 有些惊讶 这事儿 他是一点都不知道 苏云昨天回来就没跟他说 爸 我去一趟南岗警署 正喝着粥的苏云迅速地放下碗 站了起来 你给我站住 坐下 说 这是怎么回事 苏文青冷喝一声 爸 我钱包丢了 报警让警察帮忙找一下 就这么简单 苏文青并不相信 还能有多复杂 本来就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苏云兜着嘴辩解道 小云 你刚从北平回来 不知道槟城现在的情况 让你不要往外跑 这也是为了你的安全 今天你是钱包丢了 明天你要是碰到了坏人抢劫 怎么办 苏文青担忧地说道 爸 大白天的 街上那么多人 再说 还有巡逻的警察 您把槟城治安想得也太不堪了吧 如果你不是我苏文青的女儿 或许还不会有事 但你知不知道 你爸爸 在槟城是有敌人的 万一 不行 你以后不能单独一个人出去 起码得有人陪着你 你要去取钱包也行 让阿华陪你去 苏文青说道 我不要 苏云不满地一屁股坐了下来 你跟阿华从小一起长大 他不但是你的兄长 还是爸爸 爸 别的事我可以答应 但这是不行 我只把华哥当作哥哥看待 你要让我嫁给他 我做不到 苏云直接打断了苏文青的话 小云 自古以来 婚姻都是由父母决定的 这一点由不得你 苏文青冷声说道 你要是不让阿华陪你去 那你就别去了 一个钱包而已 阿星派人去取一下就是了 是 老爷 爸 苏云急得都快哭了 苏文青虽然宠溺苏云 但在这件事 他是绝对不会让步的 冯华是他收养的义子 比苏云大六岁 已经成了他的左膀右臂 而且冯华是入赘苏家 将来苏云若是有所处 孩子会给苏家继承香火 对香火传承这件事上 苏文青是绝对不可能让步的 而冯华是他女婿的最佳 以及不二人选 这一点 他在送苏云去北平上学之前 就定下来的 只不过 苏云并不认同这门婚事 他跟冯华从小一起长大 感情是有的 但不是男女之情 只是兄妹之情 大小姐 华少爷 对你是一片真心 你要是想要天上的星星 他都能把他摘下来 老管家苏星说道 星伯 您陪我去吧 苏云说道 这 苏星朝苏文青看去 去吧 但是冯华也得陪着 给你当司机 苏文青也知道 不能逼太紧 逼急了 反而坏事 自己女儿 他还是了解的 表面上像他母亲 善良柔弱 骨子里还是跟他挺像的 执拗 不肯轻易逼头 打发顾老六去寻街 周森就在警署里等苏云过来 他倒是很想把钱包留在保安科 让其他人贷还 可他也不放心这些人 钱包里可是有不少钱的 万一有人建材起义 拿掉一些 那岂不是让自己背了黑锅 等了将近一个多小时 总算是听到外面通传 说是苏云来了 还跟着两个人 一个管家 还有一个年轻儿司机 看上去 穿得还十分体面 苏小姐 你看一下 这是不是你丢失的钱包 还有钱包里是钞票和其他物品 是否都在 然后在这里签个字就可以回去了 周森公事公办 苏云接过钱包 看了一下里面的东西 露出笑脸道 没错 东西都在 周警官 谢谢你 不客气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等苏云在任领单上签了字 周森就打算离开了 耽误自己一个多小时了 早知还不如直接送过去呢 周警官 感谢你为我们大小姐找回钱包 这是一点小意思 还请你收下 一旁的苏星 将早已准备好的一个信封地上来 周森眉头一皱 他知道 这都是私下的灰色规矩 但凡失窃 东西找回来 都会有所表示的 不然的话 想拿回东西 那可就难了 所以 一般被偷 很少人报案 找回来的钱还不够孝敬警察呢 要不要接呢 周森活了三十年 还是第一次有人给他行贿 这还真是有些不习惯 原生倒是遇到过这一类的情况 基本上都是收的 否则就成了异类了 异类是会遭人排挤的 接过来 捏了一下 估计还不少呢 若是老绵羊的话 这一出手就是上千块了 真不愧是工商业大佬 出手就是阔绰 谢了 苏小姐 下次再有类似的事情 还记得来找我 周森直接就塞进大衣口袋 并且满意的一笑 苏云有些错愕 她以为周森不会收下这钱的 没想到她居然一点都不犹豫 难道自己看错人了 一个喜欢泰戈尔诗歌的人 不是应该志趣高洁 心存高远 怎么会是如此的童秀未满身呢 周森 邱山先生让我通知你 昨天你抓来的那个人身份没有问题 已经释放了 金素英脸很黑 放了 金秘书 她这是在跟踪我 目的和动机呢 万一是要对我不利 那怎么办 周森很不理解 金素英生硬地说道 有些事 不需要向你多解释 不过 你也不用担心 不会有再有这一类的事情发生了 你不说 我找邱山先生问去 金素英直接伸手将周森拦了下来 周森 别胡闹 邱山先生现在不在警署 你去了也没有用 那我总有权利知道 跟踪我的人到底是什么身份吧 周森停下脚步问道 金素英沉默了一小会儿 小声说道警察厅特务科 周森听明白了 是林大宽的手下 可是林大宽派自己手下跟踪自己做什么呢 一边跟自己示好 一边派人跟踪自己 这些人到底想要干什么 周森真想张嘴来一句国骂 可这里是警署 真要发泄 也得找个没人的地方 否则影响太坏了 周森心情极度恶劣 回到海城街仓库 刚坐下来喝了一口热水 顾老六就从外面进来了 头儿 我听说 咱们昨天抓的人 今天一大早就给放了 咋回事 顾老六也是消息灵通 别提了 自己人 警察厅特务科的 那咱左哥可是下了狠手的 这警察厅特务科那帮别独自 能饶了咱们 顾老六吓得不轻 但嘴上该骂还是饶嘴 这个确实是个问题 林大宽这人头大心眼小 他要是真追究起来 就凭他这小胳膊 小腿的 还真经不起折腾 但是事已至此 能怎么办 人打都打了 还能时光倒流 再回去不成 头儿 要不咱们送上一份厚礼 赔罪去 顾老六虽然是老警察 但胆子还是比较小的 赔罪 没做错什么 赔什么罪 这点周森内心是绝对抵触的 但自己好像一向胆小 懦弱 突然变得强硬起来 好像有点说不过去 这要演的话 就得一直演下去 否则 这些人都是人精 一旦有所察觉 你就前功尽弃了 可这么一直憋屈的话 谁能受得了 这可不是演一次 两次 只要呆在冰城 那可得演好几年呢 自己未必有那个功力 每次都不披露 顾老六见周森不说话 以为他在考虑 并且有些异动了 这特务科的林大宽 可是警察厅的色谷三郎的心腹 得罪他 那就等于得罪了色谷 色谷三郎 可是冰城警察厅的真正化石人 赔罪倒不一定 倒是可以借这个事儿 来一个投石问路 毕竟这里面有太多的秘密 他不知道 老六 这林主任喜欢什么 你知道吗 我就听说 他最爱吃后得福的火焖炉烤鸭 每次去都是必点的 顾老六说道 行 那你赶紧给我去订一个包厢 另外 确保今天中午 一定要有这个火焖炉烤鸭 周森决定道 被人跟踪了 还得陪着笑脸 这叫什么事儿 可为了未来 他还真的放下自尊 演一回 能屈能伸才是大丈夫 头儿这是 要请林主任吃饭 嗯 周森点了点头 车站街 车水马龙 热闹无比 冰城警察厅 特务科 自己手下被敲闷棍 虽然这是自找的 但林大宽 心里还是有些不舒服的 大哥 周森这小子 下手可真黑呀 孙二胡脑袋 可是肿了那么大的一个包 周树勋跑来诉苦 连说代笔话 跟踪周森的是他安排的人 他总得为自己手下讨一个说法 不然这队伍就不好带了 跟踪别人被发现 挨打不是很正常的吗 李少棠在一旁幸灾乐祸一声 可这小子也不能下死手呀 他怎么知道跟踪他的人是什么人 万一是不华好意的呢 这事换作是你 你会怎么做 李少棠反驳一声 还不是你手下太没本事 连个厨都能发现 李二驴 你想干啥 周树勋气的鼻子都歪了 这事儿 虽然说自己手下人被打 可多少也是这孙二虎太过无能了 居然被发现了 咋的 自己把事儿办砸了 还不能让人说两句 李少棠也不是下大的 李二驴 你是找揍呢 信不信我揍你 来啊 我奉陪 都给我闭嘴 你俩抄抄什么 想打架 出去 到院子里打去 让整个警察厅的人都看看 给你们当个评判好不好 林大宽气得不轻 这两人虽然是自己的左膀右臂 可也争得厉害 动不动就逗伤了 谁都不服谁 大哥 您消消气 我不跟他一般见识 但是这孙二虎伤得可不轻 医生说 得住院观察 别留下什么后遗症 周树勋瞪了李少塔一眼 对林大宽道 我知道了 医药费让科里出 他这也算是因工受伤 另外 再给人拿点营养费 这快过年了 总不能让下面的人觉得 我们不体恤下属 林大宽吩咐道 要我说 这钱应该让周森这小子出 他反正有钱 周树勋不服气地说道 一道敲门声 翻译无数轻推门进来 笑呵呵地一声 主任 周森来了 说是要求见你 他居然还敢来 周树勋一听 站起身 就气不打一处来地骂骂咧咧道 老周 别胡来 他事先并不知道 是我的人跟踪他 况且 他现在可不是过去的那个周森了 林大宽连忙呵斥一声 这周森一定是知道 咱们派人跟踪他了 他过来 要么就是兴师问罪 要么就是在请罪赔礼的 李少棠分析道 林大宽点了点头 人都来了 他要是避而不见 对他来说 都不是什么好事 你们两个先回避一下 林大宽冲周树勋和李少棠挥了挥手说道 周树勋不肯走 被李少棠硬拉着走了出去 在走廊里 周树勋跟周森擦肩而过 周森明显感觉到对方眼神里 对自己那种不满 周森正敢纳闷呢 自己什么时候得罪这座瘸子了 吴树青也跟着出来 冲他叫了一声 让他赶紧进来 周森忙收起思绪 跟着吴树青走进林大宽的办公室 这间办公室 他还是第一次来 里面陈设有些老旧 但空间并不小 高档真皮沙发 红木的办公桌 贵重又大气 至于办公室内的摆设 那就更不必说了 反正没有一件东西 是便宜货 这只是特务科调查主任的办公室 那科长呢 以及更上面的副厅长 色谷三郎的办公室 又会是多么的豪华 小森今天怎么有空到叔叔这儿来了 林大宽见到周森 堆起一张笑脸的起身迎了上来 林叔 上次在您在尹伯利亚饭店请小侄吃饭 小侄一直惦记着 怎怎么的也要回请您一次 这不 今天中午在厚德福定了一桌 请您务必光临 周森一个字不提被跟踪的事 就说回请林大宽吃饭 表示感谢 贤侄太客气了 叔叔请你吃顿饭也是没啥的 哪让你回请呢 林大宽愣了一下 这让他有些摸不清路子了 林叔有心 小侄不能不懂事 再者说 若不是林叔指点 小侄也不敢答应秋山先生 接受谢尔金这个案子 周森也是笑着 小森客气了 我就是比你多当几年警察 经验比你多一些罢了 林大宽一摆手 谦逊地说道 林叔客气了 小侄对这个案子 还有一些情况 要向您请教 您看 咱们中午边吃边谈 周森说道 现在就去吗 时间差不多了 咱们现在出发过去 刚刚好 我也好蹭一下您的车 周森笑呵呵道 你这个小滑头 那我们这就走吧 林大宽考虑了一下 点点了点头同意了 周森绝口不提 周树勋跟李少棠 反正他今天主要目标是林大宽 上一次是林大宽请客 他带谁一起 这个周森无法左右 接着他请客 无关人等自然不再邀请之列了 他也是故意的 他现在要给林大宽一种 自己年纪轻轻 有点小聪明 但还不安事故 愣投青的角色 见周森没提周 李还有吴三人 林大宽本想提点一下的 可以想刚才周树勋那个态度 这万一吃饭的时候起冲突 那反而会坏事 有关周森的问题 色谷三郎是交代的 不允许他告诉任何人 是他安排的 一刻钟后 正阳街 后德福的包厢内 周森与林大宽碰了背后 真满了酒道 林书 小职有一件事不明白 想向您请教 你说 林大宽微微一点头道 这谢尔金的安子 本来是林书您出的现场 怎么又转到南纲警署了呢 哦 这个安子现场你不也看到了 就是一件普通入式杀人安 不归特务科馆 自然转出去了 可是警察听有刑事科 杀人应该属于重安 死的还是一名白鹅报社编辑 这么大的安子 转到南纲警署 最终还落到小枝头上 这也太怪异了吧 周森继续问道 这林书我就不知道了 安子转交后 就不归我管了 也许是刑事科觉得 安子发生在南港区 就把安子交给南港区警署调查 这也是很正常的 说实话 林大宽也想知道 但色谷三郎不说 他也不敢多问 反正这周森身上 肯定是担着大事呢 日本人想干什么 他也猜不透 也不想去猜 那林书 您为何派人一直盯着小植呢 话锋一转 周森直接问道 可 可 林大宽差点没呛着 这小子是完全不按常理出牌啊 哪有这么问的 这个小森你是误会了 你现在查这个谢尔金 被谋杀一安 必然会引起凶手的主意 我这个受你义父的嘱托 要护佑你的安全 所以 才暗中派人保护你一二 是吗 若是这样 林书何不直接跟我说 害我误会林书了 周森举起酒杯 真诚道 小植尽以此杯 向林书赔罪 小森 你也是不知情 不知者无罪吗 我今天早上去警署的时候 就听说那位兄弟已经被释放了 我都没来询问一下他伤得如何 这事怪我 下手没个轻重 周森抱歉地说道 这事也怪我 没跟你说 让你误会了 林大宽忙道 好了 现在事说开了 就让他过去吧 多谢林书 由您这句话 我就放心了 周森说道 回头买点东西 去医院看望一下那受伤的兄弟 不用这么麻烦 就是小伤 都没出血 家里躺几天就好了 周森也没坚持 跟踪自己 没打残就不错了 要不是林大宽的人 他才不会这么客气呢 林书 谢尔金那个安 我这里遇到一些困难 您经验丰富 破过许多大案 能否帮小侄参谋一下 好呀 贤侄 你说来听听 林大宽被周森这一恭维 顿时有些心花怒放 这个苏珊娜 是苏俄间谍 听了周森描述 林大宽悚然一惊 他当初去谢尔金家勘查 是色谷三郎亲自给他下的命令 他也不知道这个安子有什么特殊内情 当然 色谷三郎交办的安子 他岂能不慎重 勘查现场后 又做了一些调查 但安子很快就从他手上 移交南纲警署了 他就没再继续查 这不关自己的事 他若是多事 准没好事 在日本人手下坐视多年的他 那是身安其道 日本人今天可以对你称兄道弟 优渥有加 一转身 翻脸比脱裤子还快 是啊 我看那个苏珊娜才二十出头年纪 文文弱弱的 单纯得很 根本就不像什么苏俄的间谍 林大宽有点不想听下去了 这小子分明是想拖自己下水 可看这小子一脸真诚求教的表情 又不像是故意的 你查过这个苏珊娜舅舅家的背景吗 这个 你这都没查 那怎么才能甄别这个苏珊娜的身份呢 林大宽叹息一声 反正有色谷三郎长官背书 这个情况 回去跟色谷三郎报告就是了 还请林叔您教我 我对这方面是一点不懂 无从下手 又不敢找秋山先生多问 周森虚心请教道 你这样 不要总是派人盯着他的一举一动 这样 他就不敢有任何的一动 林大宽传授惊艳起来 听林叔一席话 感觉我在警察学校都白学了 周森感叹一声 林大宽差点没被噎死 他好像也去警察学校教过实践课吧 周森在学校表现如何 他多少是知道的 要不是看在安东尼老爹的份上 他那个优秀毕业生怎么来的 整天就知道往女警学员班 林叔 以后我有什么不明白的 可以来找您吗 周森满脸蜥蜴地问道 这个自然 林大宽嘴角抽了一下 表情有那么一点不自然 这顿饭吃的 把自己也坑了 林叔 您慢点 我就不送您了 吃完饭后 周森将林大宽送上汽车 并热情地挥手作别 等到汽车远去 他脸上的笑容才慢慢收了起来 这顿饭吃的 小一张老绵羊 吃得他肉疼 不过 这钱花的倒也值了 今后自己再表现得跟之前不一样 那就有一个背锅的了 就凭他跟林大宽的关系 谁不都以为 他现在的变化 不是跟林大宽有关系 还有以后自己 要是做了啥事 也可以 推到林大宽身上 至于别人信不信 那就不管了 反正日本人 也不会真心信任中国人 这就可以利用了 林大宽也一时半会儿 不会察觉到 等他明白的话 恐怕早就晚了 自己看来 以后还真的多跟着林大宽家 跑跑 老爹死了 得找个靠山 不对 应该是找个背锅侠才对 今天酒有点多了 周森不打算叫车 直接就从正阳六道街走回去 正好出出汗 散散酒气 好好想想 下面的路该咋走 回到仓库 顾老六和叶三围了上来 头儿 哥 怎么样 没事 林主任那是我叔 怎么会跟我计较呢 这事算过去了 别紧张了 周森不在意地挥了挥手 脸上的酒韵还没散去 哎哟 吓死我了 这下好了 顾老六摸了一下胸口 那悬着的一颗心 算是落了下来 老六 说我胆小 你可比我还胆小 周森摇头一笑 自己这三个手下是优点 缺点都相当明显 真不知道原生是怎么找的 顾老六不好意思挠了挠头 行了 赶紧干活去 我得睡一会儿去 喝得有点多 顶不住了 周森打了一个酒格说道 三 你过来 我吩咐你一件事 哎 哥 你说 我扶着你点 叶三搀扶着周森往里走 仓库里有一个他休息房间 是隔出来的 除了不格音之外 啥都好 三 你去一趟老巴多烟草公司的工厂 找一个叫丁然的人 他在装烟布 是个小组长 你跟他说 周森一屁股坐在床上 将叶三拉到耳边 低声吩咐了几句 哥 这个丁然是什么人 可靠吗 他是我中学同学 以前挺照顾我的 人咋样 你们出了就知道了 快去 把事给我办好了 周森已经撑不住了 这酒精上来了 眼睛都快睁不开了 倒头就睡 呼噜响了起来 警察听 色谷三郎办公室 他请你吃饭 还向你请教如何查案 色谷三郎走过来 看着满身酒气的林大宽问道 是的 色谷长官 卑职手下孙二虎跟踪他 被发现 让他给打了 还抓去了南岗警署 得到这个消息后 我就马上派人去把人接了回来 糊涂 这就叫不打自招 人都到了南岗警署 你怕什么 色谷三郎怒斥一声 是 卑职糊涂 色谷三郎也知道 孙二虎被抓 就算林大宽不去捞人 他也撑不了多久 很快就把身份说出来 林大宽急忙去把人捞出来 至少保证了这孙二虎不会在南岗警署乱说话 虽然孙二虎根本不知内情 但万一架不住他胡说八道 那就坏事了 行了 也该告诉你一些事儿了 周森的义父 安东尼 罗宾先生 是大日本帝国的朋友 这一次征召他去执行一项非常危险的任务 只可惜 这个任务失败了 安东尼 罗宾先生牺牲了 对于他的义子周森君 我们要尽可能地予以培养 帝国需要他 你明白吗 色谷三郎说道 林大宽心里泛起滔天巨浪 色谷三郎这话里明显是说 日本人要全力栽培周森了 可安东尼 罗宾都死了 周森还有什么价值呢 一个啥也不懂 整天就知道偷懒 游手好闲 浪荡浮行 还胆小如鼠的公子哥 简直就是扶不起阿斗 林主任 周森的义父安东尼 罗宾是俄罗斯爱国者同盟的负责人之一 他手上掌握着一只相当强大的 情报力量 就在远东地区 是帝国重要的情报来源 色谷三郎加了一句 您的意思是 安东尼 罗宾一死 这些都会被周森继承 林大宽悚然一惊 这可是个天大的秘密 色谷三郎居然告诉自己 这分明是对他推心致富 不由的小富一阵燥热涌上来 当然 色谷长官 我不明白 您为什么要把这么重要的权利 交给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年轻人手中 林大宽十分不解 林主任 你的话有点多了 色谷三郎语气有些不悦 是 杯子失言了 林大宽连忙地下头 脑海里却在飞速地旋转着 色谷三郎今天说的信息量有点大 他一时间难以反应过来 既然他过来向你求教 那你就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帮他一把 色谷三郎吩咐道 但是不要让他知道 是我吩咐你这么做的 明白 那安东尼 罗宾的事 你当做不知道就是了 明白 明白 林大宽出了一身的汗 同时也羡慕起周森来 这小子只怕是一朝逾越龙门 青云直上了 这以后可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对待他了 这小子真是走了狗屎运了 也不知道睡了多久 周森醒了过来 头略微有点痛 鼻子也像是被什么堵住了 爬起来 把杯子里的冷开水掺了一下 一口气喝掉一大杯 干辣的嗓子才算舒服了不少 一看时间 居然已经快六点了 自己这一觉 居然睡了三个多小时 头儿 我们下班了 顾老六和乌恩走进仓库 看到周森已经醒过来 招呼一声 夜三呢 周森洗了一把脸 把毛巾晾在架子上 问道 他还没回来吗 我反正没见到他 周森摇了摇头 那我们等他回来再走 不用了 夜三又不是小孩子 不会什么事的 你们俩一个回家 一个去旅馆 苏珊娜那边 还是要多留意一下 周森吩咐道 乌恩答应一声 转身就离开了 顾老六则没有马上离开 而是走过来 巧声道 头儿 苏珊娜小姐工作的 那个达尔邦克银行过去 可是苏俄在槟城 秘密情报机关所在地 情报机关被破获之后 银行曾经一度被关闭 哈桑湖事件后才重新开门营业 但幕后控制人已经换成了英国人 哦 苏珊娜小姐就是达尔邦克银行重新开业后 第一批招募的新职员 我还查到 谢尔金在达尔邦克银行有一个户头 用的并不是她的名字 是苏珊娜的名字 户头里存放了一部分日元和卢布 满币最少 只有两千块左右 这么说 这笔钱都掌握在苏珊娜的手中 周森问道 应该是的 谢尔金一死 这么大一笔钱 自然就落入她的手中 反正户头是她的 她就有完全支配权 顾老六道 老六 你不会是怀疑苏珊娜小姐为了这笔钱 而杀了谢尔金吧 她这么做有什么好处 周森问道 人未才死 鸟未食亡 剑材起义这种事太多了 虽然我没有见过谢尔金的尸体 但从尸检的照片和现场的情况看 谢尔金的死亡绝不是一个弱女子能做到的 何况 凶手还是一个左撇子 苏珊娜小姐并不是 周森说道 头儿 如果是面对面站着 谢尔金脖梗处的伤口 完全有可能是左手握刀所致 可谢尔金当时是躺在床上 这就不好说了 顾老六说道 思 周森吸了一口冷气 他们都进入一个思维误区了 认定凶手是一个成年的 身材瘦弱矮小的男性 但从未考虑过 凶手也可能是女人呢 这个和想法只是留在他脑海里 没有对顾老六说出口 谢尔金的尸体还在警察厅脸尸房吗 应该还在吧 案子没破 按照规矩 是不允许被发丧和下葬的 顾老六不确定地说道 找个时间 你跟我过去一趟 咱们亲自看一下这个谢尔金的伤口 周森道 行 头儿 那我就先走了 周森又等了半个多小时 不见夜三回来 也不知道这小子干什么去了 该不会半路上又让他那些狐朋狗友拉去耍钱去了 这小子别的都好 就是爱耍钱这个毛病改不了 这人一染上赌博 人就废了 要不是没人可用 他是真不想用夜三这样的人 谢尔金的安子 看秋山之著的意思 并没有限定他时间破安 估计 他也是用这个安子来考验自己 看自己能不能承接安东尼老爹留下的遗产 万一自己要是个扶不起的阿斗的话 这倒是一个摆脱现在尴尬位置的好机会 自己若是个烂泥扶不上墙的 那岂不是让秋山之著大为失望 周森只是对安东尼老爹过往感兴趣 至于他跟那个什么俄罗斯爱国主义者同盟啥关系 他一点兴趣都没有 更不想有任何瓜葛 还是可以脱脱 不着急 眼看外面都大黑了 再不回去 尹琳娜待家里该着急了 不等了 周森收拾了一下 穿上大衣外套 围上围巾 戴上帽子 手套 关上门 回家 街上的路灯已经亮起 路上行人还有一些 毕竟是年关将至 一些人流量比较大 繁华的街道 还是能看到不少人的 而且很多身穿尼绒大衣的白鹅 还有年轻的姑娘 有时间 他很想去松花江冰面上体验一下 在几尺后的冰面上滑行的感觉 路过越来旅馆 周森想起来 这两天 他安排乌恩住在这里 一来免去来回家治苦 二来也可以保护苏珊娜的安全 周寻长 老板见到周森 连忙从柜台里面出来打招呼 这年头 穿黑狗皮的 不能招惹 我过来看看 乌恩警官住哪个房间 楼上二百零三 我带您过去 老板热情有谦卑的道 不用 我自己上去 周森摆了白手 自己就转身上了楼梯 就着昏暗的灯光射击而上 找到二零三市 敲门 乌恩开门 周森走进去一看 原来乌恩刚刚在吃饭 砸米饭到四十年才开始 中国人不允许直接吃白米饭 现在还没有禁令 但粮食是配给销售 开水一泡 就咸菜 乌恩 你晚上就吃这个 周森有些吃惊 他知道为满时期 日本人为了掠夺粮食资源 搞了粮食专卖制度 规定 稻谷 玉米 高粱之类的粮食作物 必须低价卖给日本人经营的 粮食公司 垄断经营 自家的火魔工厂和精米厂 也都是从日本人那边进原料 加工生产后 运到制定的粮食销售商店 赚的不过是加工费 还要面临日本人的各种摊牌 没关系 根本赚不了钱 乌恩好歹也是警察 就算不能吃白米饭 那喝上一口热汤总该没问题吧 少爷 这就不错了 起码能吃饱 乌恩不好意思挠了挠头 周森也不清楚 日本人会在什么时候 实施粮食配几制 但是现在市场上 大米和白面还是充裕的 只要有钱都能买到 只是这些资源渠道 掌握在日本人手里 就吃这个 一晚上能顶住吗 嗯 乌恩脸色善善 别看这一大碗杂米饭不少 吃下去也能吃饱 可睡不到半夜 肚子就饿了 我不是让夜三跟你说了 你住在这里 吃饭都算是公差 用不着替我省钱 周森说道 你替我省点钱 难道我还能揣到 我都理不成 少爷 乌恩更加不好意思了 别叫我少爷 以后要么跟夜三一样叫我哥 要么跟老六一起叫我童 周森生气得道 乌恩这种知恩图报 又正直还有原则 这样的下属是值得培养的 哪怕不能独当一面 至少也能成为得力助手 哥 乌恩憋了半天 脸都憋红了 才叫了出来 行了 今天就算了 我跟你说 这苏珊娜小姐 你可要给我保护好了 不能让他出事 当然 如果他有什么不对劲 你也要第一时间通知我 周森压低声音嘱咐一声 是 哥 我知道了 那行 我走了 要是觉得冷的话 让老板给你加一盆炭火 但记得一定要把窗户留个缝隙 千万不能关死了 这冰城每年在家烧炭 一家人齐齐整整没了的事儿 没少发生 回到家中 已经是接近晚上八点了 周森让尹琳娜给他烧水 他想泡一下澡 除了去一区寒气 还有把一身酒气泡掉的打算 除了胶卷底片缺失了一段时间的 谢尔金相关文稿也缺失了一部分 跟底片缺失的时间相当一致 那段时间 谢尔金几乎没有在报纸上发表过任何文章 而也没有文稿留下来 作为一个记者 每天都会写点兄弟 就算是随笔什么的 也会留下一些的 这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了 习惯不可能轻易改变 除非 他遇到了令他不得不改变的事情 或者说 这段时间他写的东西 全部都被人拿走了 这段时间 在谢尔金身上发生了什么 周森也是百思不得其解 要不要再去一趟松江日报社呢 这让周森难以下决定 他可以当作没有发现这个 反正谢尔金到底是谁杀的 对他来说 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他也没有义务去要抓凶手 为他伸张正义 他更想搞清楚的是 秋山之柱到底想干什么 把谢尔金的安子交给自己 真的就是考验自己的能力吗 还有 安东尼老爹死了 死于日本人的一桩神秘任务 到底是怎样一桩任务 这也是他想要搞清楚的 秋山之柱肯定知道 可他不说 他也没有办法 瓦西姆少爷 尹万诺维奇先生 今天下午打电话来说 明天会过来拜访你 尹琳娜泡了一杯牛奶 拿进了书房 并且对周森说道 明天 周森愣了一下 他自己还想着 找个机会去见一下尹万诺维奇呢 没想到他自己先过来了 明天刚好是少爷的休息 少爷不会忘了吧 尹琳娜道 明天我休息 周森还真忘了 自己这警察当的 还真把自己当成是 自己熟悉的人民公仆了 可是 这个休息日 他能在家休息吗 尹万诺维奇叔叔说了什么时候过来 周森问道 上午九点 好吧 我知道了 周森点了点头 这还是他替代原生以来 第一次面对跟安东尼老爹有亲密关系的人 尹琳娜只是家中的女佣 她不可能知道安东尼老爹的秘密 或者说即便知道一些 也是极少的 但尹万诺维奇就不一样了 他不但是安东尼老爹的下属 还是亲密的合作伙伴 甚至还可能是志同道合的战友 该怎么面对 周森还真是有些紧张 安东尼老爹是个严厉 并且对待工作一丝不苟的人 但尹万诺维奇在原生记忆里 那是一个相当温和 并且风度翩翩的男人 原生对这个尹万诺维奇叔叔 是有一些崇拜的 他希望做一个跟尹万诺维奇那样 风度翩翩 又温文尔雅的男人 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都是在学习这位尹万叔叔的处事方法和习惯 比如 喜欢穿西装 皮鞋擦得正亮 每次出门前 衣服永远都是运得平平整整 头发也是 输得一丝不苟 不过 现在他随意多了 第二天一早 周森醒来 洗脸 刷牙 刮脸 特意还给头发抹了一个一点发胶 把头发定了一下行 特意选了一套灰格子的西装 定制意大利皮鞋 还有 难适用的香水 这个味还不错 用一点倒是不太影响 但还是要减少使用 直至不使用 吃完早饭 一切准备就绪 坐在客厅内一边看报纸 一边等着尹万诺维奇上门 果然 尹万诺维奇非常准时 说九点到 九点钟的时候 就听到门外传来马车行驶铃铛的声音 尹琳娜开门 周森怀里抱着露西 亲自走出大门迎接 尹万诺维奇叔叔 周森拉开车门 只见到一个不到一米七的西方面孔的中年男子 马车上走了下来 先是一声问候 然后是一个结实的拥抱 瓦西姆 听说你近生警卫补了 叔叔这几天工厂的事情太繁忙了 没来及恭喜你 尹万诺维奇 呵呵一笑 尹万叔叔 请到屋内说话吧 周森点头致谢 并请尹万诺维奇一起进屋戏谈 好 进入家中 周森请尹万诺维奇在客厅落座 并让尹琳娜奉上红茶 本该我去看望叔叔 只是我这接了一个安子 一时半会儿走不开 还老尹万叔叔亲自来跑一趟 实在是我的错 周森姿态先放低了再说 瓦西姆 你父亲已经走了三个月了吧 他就没有给家里来一份电报 或者来一封信 尹万诺维奇 抿了一口茶水 放下问道 没有 这就奇怪了 往常你父亲外出 只要超过半个月 都会给家里拍一封电报 或者寄一封信回来的 这一次 怎么去了这么久 都没有个消息回来 尹万诺维奇皱眉道 尹万叔叔 这生意上的事 我是从来不问 父亲也很少跟我讲 他这次去奉天谈生意 您应该比我知道的更清楚一些 我还想找您去问一问是什么情况呢 周森直接把球给踢回去了 这可怎么办 你父亲不在 很多事情都没办法处理 尹万诺维奇皱眉道 尹万叔叔 这生意上的事 我也不懂 还是您来拿主意 等父亲回来了 您再跟他交代就是了 可是 没有他的授权和私人印章 公司有些事情 我无法处理啊 尹万诺维奇说道 父亲的私人印章 没有留给尹万叔叔吗 周森略微惊讶一声 自己这边都匆忙留了一封信 安排了 尹万诺维奇是他的左膀右臂 怎么会一点交代都没有 难道 有道是 知人之面部之心 饱受社会毒打的周森 怎么会轻易对一个陌生人 推心致富呢 更何况 他怎么看这个尹万诺维奇 叔叔的笑容之中 透着那么一丝假呢 原身还以他为效仿的榜样呢 看来 这原身看人的眼力 还真是差劲 他要是不死于意外 估计也没多久可活 自己也算是做了一件好事 替他在这个时代 好好地活下去 这么一想 心里倒是舒坦了不少 毕竟纠战雀巢这种事 对做人有底线的周森来说 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的抵触的 瓦西姆 这没有安东尼的私人印章 叔叔很多工作都没办法做 有些合约需要加盖私人印章才行 所以 私人印章这东西 安东尼不会随时待在身边的 应该就放在家里 你要是知道他放在什么地方 拿出来交给叔叔 一番叙旧后 尹万诺维奇终于把来的目的说了出来 他已经有公司的印章 还要安东尼老爹的私人印章 这是想要安东尼老爹对公司的绝对控制权 一旦私人印章到了他手中 那公司的事 就他说了算了 虽然周森无心于公司的经营管理 毕竟一个人精力有限 如果尹万诺维奇是个可靠的人 安东尼老爹的私人印章交给他 也不是什么事 一旦尹万诺维奇拿到了公司的决策权 将周森排除在经营之外 他就可以轻松地掏空公司的一切 最后把属于安东尼老爹的一切拿走 他都怀疑 安东尼老爹的死 尹万诺维奇真的一点都不知道 为何早不来 晚不来 偏偏等自己接到了安东尼老爹死亡的消息之后 不等自己前去拜访 他倒是先上门来了 在这个敏感时期 有些事情不得不让人怀疑 但他现在只能装作不知情 尹万叔叔 我真的不知道老爹把印章放在什么地方 我从来不过问公司的事 这您是知道的 周森说道 瓦西姆 你这样就让叔叔为难了 如果没有他的私人印章 我很多事情都难败啊 尹万诺维奇说道 尹万叔叔 虽然我不懂公司经营 但我知道一般情况下 私人印章只有在签署私人文件的时候才用得上 这么长时间 没有安东尼老爹的私人印章 公司在尹万叔叔手上不是没出什么问题吗 周森反问道 公司印章已经在尹万诺维奇掌握之中 一旦安东尼私人印章也被其掌握 那安东尼老爹辛苦创办的公司 很可能就彻底地变成别人的了 这些虽然不属于周森 但只要安东尼老爹过世 这些都是属于原生的 他既然继承了原生的记忆和身躯 这一切自然也就属于他了 要是念在多年的辛苦的份上 给你一些 没问题 本来 他没精力去管这些 但你想要全部侵吞 拿走 这就不对了 周森再软弱 也没那么好说话的 话不是这么说 瓦西姆 你不懂公司经营 虽然很多文件 只需要加盖公司印章就可以 但是很多文件 也需要同时加盖你父亲安东尼的私人印章才行 如果不这样 生意就不好做了 尹万诺维奇解释道 尹万叔叔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 那我实在不知道老爹把私章放在何处 也许他随身带走了 要不然 您自己去楼上书房找 周森一摊手 现在就看尹万诺维奇怎么做 尹万诺维奇 眼神稍微地挣扎了一下 但还是站起来了 既然你这么说 那叔叔就不客气了 周森看着尹万诺维奇上了楼梯 脑海里微微思索了一下 也跟着一起上了楼 尹万诺维奇 轻车熟路地走进书房 瓦西姆 过来 帮叔叔一起找 尹万诺维奇招手一声 尹万叔叔 我要是早就知道在哪 就拿给您了 何必还要您亲自跑一趟呢 周森不无讽刺地说道 尹万诺维奇脸色如常 似乎并没有把周森讽刺的话放在心上 他的目的就是要找到安东尼的私人印章 有了私人印章 他就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翻了几个抽屉后 又让周森打开书房的保险柜 这个保险柜 周森自己都没有打开过 但有原生的记忆在 他还是很容易将保险柜打开了 里面存放着一些现金 周森的日常开销都用不上 他有自己的私人小金库 还有黑羊跟大羊差不多 会对差不多一个黑羊 兑换0.75个大羊 当然少不了金条和一些珠宝 最值钱的 还是那些股权文件和各种票证 虽然尹万诺维奇竭力掩饰自己 但他看到里面的东西的时候 眼角还是不自然地流露出一丝贪婪 这一切都被周森给捕捉到了 保险柜内 没有找到安东尼的私人印章 尹万诺维奇 表情有些失望 但他并没有放弃 继续在书房内 寻找可能藏有私章的地方 看来 他今天是 不找安东尼老爹的私章 是不会罢休的 周森就看着他 也不过去帮忙 免得让对方 以为自己找到了 然后随手藏起来不给他 找了一圈 尹万诺维奇终于发现了 墙上安东尼老爹的父亲的 那副油画一场 他先是伸手去准备揭开油画 看油画背面 是否隐藏什么暗格之类的 发现那油画 就跟定在墙上似的 纹丝不动 这个情况引起了他的兴趣 仔细观察油画起来 周森也配合得好奇地走过去 尹万叔叔 这画有问题吗 尹万诺维奇没有开口 伸手在油画上摸摸了起来 还看一看手间 终于他摸到了 那祖母绿宝石界面处 他只见察觉到一丝不对劲 把手缩回来看了一下 然后再伸出手指 在那界面上一按 卡查一声 背后书柜 暗格露了出来 尹万诺维奇 再也不掩饰眼神的激动 转身就是一个进步 比周森一个年轻人腿脚还要快三分 尹万诺维奇 一下子就身后将暗格里的木盒抓在手中 而周森慢了一步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盒子落在他的手中 尹万叔叔 这个盒子 是我义父安东尼老爹的 瓦西姆 这个盒子是安东尼的 但盒子里的东西 未必就是他的 尹万诺维奇 一黑黑一笑 颇为得意 尹万叔叔 这不好吧 我义父不在家 这个家里的一切都归我长官 你要是的是安东尼老爹的私人印章 不包括这个盒子 和里面的私人物品吧 这盒子里应该放的 就是安东尼的私人印章 叔叔就替你保管了 等安东尼回来 我就再还给他 尹万诺维奇抱着盒子 就要我外走 显然他连打开盒子看一下都不想 尹万叔叔 这不合适吧 您这跟明强有什么区别 周森眼看私下伪善的面孔 露出贪婪的本性 他自然也不客气了 伸手将人拦了下来 瓦西姆 你今天最好不要拦我 否则 后果自负 尹万诺维奇冷笑一声 尹万叔叔 我父亲对你如此信任 你就这样对他吗 周森运怒一声 你的父亲还能不能活着回来 都还难说 尹万诺维奇冷笑一声 别拦我 否则休怪我对你不客气 周森气得浑身发抖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尹万诺维奇 抱着盒子下了楼梯 对了 保险柜里那些财物 够你好几年的花销了 还有 我每个月还会给你两百块钱零花 最好不要有什么不切实际的想法 瓦西姆少爷 尹万诺维奇走到大门口 扭头过来 嘴角微微翘起 调侃又轻蔑的一笑 可恶 周森双拳紧钻 目次欲裂 却一点办法都没有 哈哈 尹万诺维奇抱着盒子得意的一笑 随即离开了 而周森这个时候 却已早已恢复脸色 目光变得深沉可怕起来 幸亏自己早就留了一手 早就将盒子里的东西取走了 不然 要是真让尹万诺维奇 把盒子拿走 盒子里的东西落到对方手里 真就麻烦了 瓦西姆少爷 尹琳娜也看出来了 尹万诺维奇 跟自家少爷的关系 变得微妙起来 没事 今后不要让这个人进咱家的门 要不是为了大局 他还真想当场 就跟这个忘恩负义的 尹万诺维奇 坐过一场 不过 来日方长 想要报仇 也不一定非要在今日 坐在马车上的尹万诺维奇 很想马上打开盒子 看一下里面藏的东西 可是他还是忍住了 一直让车夫快马加鞭 他要第一时间 赶回乡方区的家中 亲爱的尹万 东西到手了 回到家中 一个年轻貌美 身材高挑的俄罗斯女子 从家里走了出来 嗯 就在这盒子里 尹万诺维奇得意地 将手里的盒子拍了一下 兴奋地说道 太好了 女子欢快的一声 从尹万诺维奇手中 直接将盒子抢了过去 艾米拉 你急什么 这一切迟早是我们的 尹万诺维奇追了进去 两人上楼来到家里的书房 关起门来 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 打开了盒子 两人瞬间傻眼了 盒子里空空如也 什么都没有 别说印章了 一根毛都没看到 气急败坏的尹万诺维奇 又把盒子拿起来 认真仔细检查了一下 没有发现任何家层 然后一屁股坐在了椅子上 他后悔死了 如果在安东尼家的书房 当着瓦西姆的面 打开盒子的话 该死的 难道真的是安东尼 把私人印章给带走了 一切希望都成了泡影了 尹万诺维奇离开的那句话 很明显 他是知道安东尼老爹的一些情况的 否则 他绝不会在这个时候 上门来索要私章 如果他今天非拦着不给 恐怕冲突已经发生了 就凭他现在的力量 真跟尹万诺维奇起冲突 只怕没有任何事胜算 更何况 他一向耸惯了 突然表现太强势了 不符合以往的人设 怎么把握好这个度 着实有些难度 好在现在有一个可以让他逐步改变的借口和机会 那就是安东尼老爹死了 义父死了 最大的靠山没了 那一个人突然之间成熟起来 起码是可以理解的 不会轻易被人怀疑 先是林大宽甲兮兮兮的嗜好 却又派人暗中跟踪自己 后秋山之柱又弄了一个安子来考验自己 说什么要自己继承安东尼老爹的衣钵 还有那晚在宁乡馆 到底发生了什么 袁申是怎么跟白玉兰睡到一起的 袁申其实算是已经死了 而不过是他替代他活了下来 一个大活人 除非身体有隐疾 又怎么会无缘无故的死亡呢 亦或者 自己那晚是否被人给利用了 越想越不对劲 从宁乡馆离开后 他一直都刻意不想去想这个问题 毕竟 这涉及自己最大的秘密 最好是永远不被人知道 若是自己非要去追查 很有可能把自己也暴露了 尽管他就算说了 也不见得有人会相信 但这可不是后事 万一真有人 把他当成什么妖魔鬼怪 上身给抓起来 来一个烧了几天 那可就太冤了 这些一个个谜团都困扰着他 等着他去解 砰砰 真寻思着 突然外面传来一阵杂门声 可把周森吓了一条 难道是尹万诺维奇发现 盒子里是空的 带人找上门来了 家里就跟他跟尹琳娜两个人 这要是打起来 只怕是双拳难敌四手 最好的选择就是 还真只有一个 报警 尹琳娜也是吓坏了 但他还是拿着一个赶面杖 撞着胆 走了屋子 隔着院子的铁门 往外喊了一声 你们是什么人 想干什么 我们家少爷可是警察 门外那头回答道 知道我们就是来找周森周少爷的 他手下人欠了我们钱 他今天要是不拿钱去赎人 就别怪我们对他手下不客气了 欠钱 周森想起了昨天没有回仓库的夜色 这家伙难不成又跑去耍钱了 这个混账东西 怎么说了就不听呢 周森抓了自己的配枪 放在身后 虽然有枪未必惯用 但拿在手里撞胆 总比没有墙 他也从楼上下来 来到院子里 你们是哪家赌场的 到外 太平桥赌方 门外之人 一点都不处 大声说道 里面可是周森周少爷 我是周森 我哪个手下欠了你们钱 欠了多少钱 周森大声问道 夜三 欠的不多 五百块 门外之人大声说道 好 这钱我替他还 但是你们不能伤他一分一毫 另外 你们先从我家门口离开 不要再来骚扰我家 我怎么知道你会来还钱 你今天把钱给了 我们就走 我怎么知道你们不是随便找个理由来讹我的钱 况且 就算夜三欠你们钱 我要是不替他还 又有什么问题 他只是我的手下 又不是我儿子 你们跑过来砸我家的门 我可是可以报警 把你们抓起来的 周森历声说道 民不与官斗 何况门外的人也知道 周森的确是一名警察 真冲突起来 最终吃亏的是他们 好 我就相信你一次 天黑之前 周少爷要是不拿钱来赎人 那就被怪我们不客气了 领头之人撂下一句话 招呼手下呼啦啦地离开了 周森听到外面的人离开 也是松了一口气 握枪的手心都是汗 正要是发生冲突 开了枪 有了伤亡 性质就不一样了 尹琳娜 一会儿我出去一下 你把大门锁上 只要不是我回来 不要开门 周森穿戴整齐 穿上鞋子准备出门 交代尹琳娜一声 好的 瓦西姆少爷 你去哪儿 尹琳娜问道 我手下被人扣了 得去解决一下 周森解释道 不过 你也别太担心 就是拿钱赎人 不会有什么危险 到外太平桥赌方 那是槟城最大的赌场之一 黑道大佬秦七爷的产业之一 秦七爷是槟城地投舌 盘踞槟城数十年 跟前警察厅厅长 是儿女庆家 势力根深蒂固 赌方除了赌博耍钱之外 还有吃喝玩乐一条龙服务 民间传言 只要进了太平桥赌方 只要你有钱 那就是给个神仙都不做 这里应有尽有 剃头 休脚 吃饭 泡澡 抽大烟 玩女人 各种刺激的游戏 想怎么玩 就怎么玩 有钱 你就是大爷 没钱 直接扫地出门 这里是天堂 也是地狱 多少人倾家荡产 妻离子散 最终沦落街头 无声无息地从这个世界消失 他肯定不能一个人去 一个人去太危险了 虽然那人说只是拿钱熟人 可谁知道会不会有别的事情等着他 老六 头儿 你今天不是休息吗 怎么过来了 带着乌恩寻接的顾老六 看到马上上周森 惊讶一声 上来 找个地方说话 周森一招手 示意顾老六过来 顾老六跟乌恩嘱咐了一声 跳上了马车 往前面驶了过去 在街边找了一个茶馆 头儿 什么事儿 顾老六见周森把他带到茶馆 还专门开了一个包厢 夜三出事儿了 被太平桥赌方的人扣下了 周森压低了声音说道 什么 这小子又去耍钱了 头儿 这一次 你可不能再拿钱熟人了 得给这小子一个教训 顾老六一听 就明白是咋回事儿了 一副恨铁不成钢的语气说道 昨天是我派他出去的 他是出公差 再者说 他是警察 赌方的人再怎么也不敢胡来 周森道 头儿 你不能再惯着这小子了 再这么下去 他迟早会给你闯下大祸的 顾老六对夜三的好赌的毛病也是深恶痛绝 我知道 但是现在咱不能不管吧 我手底下就你们三个 夜三出事儿了 我就剩下你跟乌恩了 我手下还有人可用吗 周森无奈道 顾老六沉默了 他知道 周森说的是实话 周森手底下就他们三个 也不是没有人 比如双庆会的人 那些人叫他们做点事可以 但想以众 有所托付他们的话 那是绝对不行 这些人都是有乃便是娘的拙儿 谁的拳头大 谁给的利益大 他们就听谁的 若是周森是不当这几条街的寻找 你看这些人还会不会听他的 那还未必说了 老六 你手底下就没有几个可靠的兄弟 周森这一刻想要建立一只属于自己可控制力量的心越来越强烈 这世道已经不可能让他苟且偷安了 那就只能奋力一搏了 自己虽然没什么大本事 但此后数十年历史进程和发展是不会改变的 只要不去干那堂壁当车的事情 跟着大势走 自己未来不求什么高官显赫 做一个快乐的富家翁应该可以的 当前是要度过眼下的危机 否则一切都免谈了 就像今天 尹万诺维奇一个人就敢跑到他家里来索要安东尼老爹的私人印章 何尝不是一点没把他放在眼里 都以为自己是个人畜无害的耸抱 头儿 你想做什么 我要找几个人保护我的安全 我要身家清白 无不良事好 年龄在18岁到30岁之间 有特殊能力的 可以适当放宽 最好有功夫在身的 周森说道 头儿 这样的人可不好找 顾老六仔细琢磨了一下 周森提的要求可不低 真有这样的人 估计早就被别人争先抢着要了 我知道不好找 但我们可以慢慢找 不着急 不过今天下午 你得找几个人 在太平桥 赌方外接应我 周森道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如果不需要他们动手 每人二十块 一旦动手 每人至少一张老绵羊 伤了 残了 我付医药费 头儿 你要找多少人 二十个把 别给我烂鱼冲树 你亲自给我把关 周森道 有个原则 万一冲突起来 你跟乌恩可不许冲到前头 你们俩可不能有事 明白吗 明白 这事儿头儿 你就放心好了 保证给你办好了 你现在回去 下午两点 咱们太平街的江家大车店会合 周森吩咐一声道 好 那头儿你现在做什么去 顾老六点了点头 我替你巡逻去 周森翻了一下白眼 顾老六善善一笑 他这一走 就剩下乌恩一个人 万一遇到事儿 这家伙的脑子 还真处理不过来 那只能是周森 替他跟乌恩一起巡街了 周森跟乌恩行走在果歌里大街上 正准备找个地方吃饭 忽然一辆华丽的马车 从他身后经过 马车上的标记他还很熟悉 马车上坐着两个年轻女子 其中一个女子看到周森 露出一丝惊喜的表情 蓝姐 你看 是她 身穿紫色雕容的白玉蓝 微微睁开疲惫的双眸 透过马车的玻璃窗户 朝外头看了一眼 淡淡地道 阿湘 以后不要跟我再提她 可是 蓝姐 现在整个槟城的银行和钱庄 都不愿意给咱们贷款 如果再没有流动资金 咱们宁香馆撑不了多久了 阿湘焦急地说道 她就一个浪荡公子 二世祖 就算我去求她又有什么用 白玉蓝摇头叹息一声 可是 她毕竟跟蓝姐 你有一息之缘 这一夜夫妻百夜恩 你让她帮一帮你 不也是应该的吗 我求谁 也不会去求她的 白玉蓝断然说道 蓝姐 别说了 我还没到山穷水尽的地步 白玉蓝冷哼一声 直接打断了阿湘的话头 咦 这味道 有点熟悉 周森一扭头 雨光刚好看到马车里 白玉蓝的侧影 想起马车上标记是什么了 露出一丝惊讶 她怎么来这儿 看到车上的白玉蓝 周森有些惊讶 但她没上前打招呼 那一晚发生了什么 她大部分都不记得了 但是她知道 自己肯定跟白玉蓝 发生了一些 令人愉快的事情 这一定母庸质疑 醒来的时候 那狼藉的床单 可以证明一切 也许就是因为这个 周森对这个女人 总有一种异样的情感 原深的感情经历她不管 但白玉蓝是她这辈子 真真切切的 第一个有肌肤之亲的女人 马车在前面一家银号 银行停了下来 看招牌 是松江省官银号 说是官府办的 其实就是私人的 只不过 官府肯定是仓股了 这是地方银号 除了不能发行货币之外 有着极大的自主权 白玉蓝是宁香馆的老板 肯定算是有钱人了 跟银号打交道 那是自然的 不然 钱放在家里 生没吗 他来银号 一定是来处理相关业务的 周森当然是这么想的 乌恩 你去前面一下 我抽根烟 歇一下脚 周森把乌恩支开一声道 哦 好的 乌恩没怀疑 点了点头 就朝前走了过去 反正 就在这条街上 这么宽阔的街道 一眼就能看到 看见白玉蓝跟他的贴身丫鬟走进了银号 他也跟着一起走了进去 但是大厅内办事的人当中 没有瞧见人 白玉蓝这样的肯定是大户 跟大厅内办事的小户待遇不一样的 应该是有专门的经理给他服务了 周森掏出一盒烟 走到等待区的椅子上坐了下来 点燃一根烟抽了起来 人是他看着进来的 他肯定缓地从这个门出去 他那马车还停在外面等着呢 他也没啥目的 就是单纯地想要看一看人 屁股还没坐热 烟也才抽了两口 就看到白玉蓝脸色相当难看地 从二楼走了下来 周森心里咯噔了一下 这是出啥事了 连忙别过脸去 可别让他看到自己 白玉蓝那里注意到周森 一路气冲冲地就走出了银号大门 上了门口停着的马车 然后扬长而去 周森眉头一皱 这是发生了什么事吗 算了 自己的事都还不够操心的 操心别人做什么 可脚下却鬼使神差地上了银号二楼 站住 楼上是银号重地 非请误入 周森被拦了下来 瞎了你狗眼 周少爷你们也敢阻拦 楼上传来一道清贺 紧接着一个身着西装的中年人 快不下来 热情万分 周少爷 新来的 不认识您 您别见怪 嗯 没事 经理 我跟你打听一个事儿 周森摆了白手 示意自己不在意这个 您说 刚才是不是宁乡馆的白老板来过 经理立马露出一丝尴尬的表情 善善一笑道 周少爷 你想问什么 直说就是了 你们银号跟白老板也有生意往来 我们银号跟宁乡馆没什么生意往来 就是白老板想在我们银号贷款三十万元 这么大一笔贷款 你们银号有得赚呀 可我怎么看白老板好像并不高兴 生意 我们当然要做了 毕竟谁不会跟钱过不去 但是白老板条件太苛刻了 我们没法答应 经理解释道 你们给的利率高了 那倒不是 我们给的是正常利率 甚至在还款条件上 还给予了一定宽松 可白老板要在协议中增加一条 要求我们在任何时候 都不得将贷款债务转让 这一条我们不能接受 经理说道 哦 是这样呀 理解 理解 周森呵呵一笑 他没多问 白玉兰一定是遇到麻烦了 不然就算需要贷款过关 也未必要在协议上增加这么一条 周少爷 您怎么对这白老板感兴趣了 在下奉劝您一声 别招惹这个女人 她现在都自身难保了 经理多嘴一声道 哦 算了 您消息比我灵通 知道的比我多 我就不多说了 经理把话缩了回去 行 我今天就是过来 咨询一下 你们这个银号的存款利率 怎么算的 我手头有一点钱 放在家里不放心 白玉兰这是遇到麻烦了 自己要不要帮呢 虽然接触不多 但从对她的了解 这个女人有着极强的自尊心 绝不会轻易开口求别人 她家里放在保险柜里的现金 加上金银 加起来也有几十万了 这笔钱 放在保险柜内 还天天担心贼惦记呢 不如拿出来 帮白玉兰一把 钱放在保险柜里 就是一堆死物 或许还是一笔不错的投资呢 她现在无法跟尹万诺维奇对抗 想要拿回安东尼老爹的公司 很难 但也不能坐吃山空 万一有什么事 抄家灭族的 那些财富还便宜了 围满警察和日本人了 得找个机会 跟白玉兰谈一下 这钱也不能随便话 这事放一放 还是先把夜三这混账小子 就出来再说 中五代乌恩去夜三介绍的 奶家羊肉面馆 吃的羊肉汤面 乌恩这家伙 一口气吃了三大碗 吃了个多元 还说 晚饭可以省下了 不用吃了 气得周森 直接给他脑门上来了一记暴力 然后他给乌恩上了一趟科学饮食的课 年轻的时候暴饮暴食 老了 就知道后果了 结果 乌恩来了一句 我还不知道能不能活到那个时候呢 整得周森都不知道说什么了 最后只能长叹一声 吃饱饭 对于我们这个民族来说 是刻在骨子里的追求 因为我们在饥饿和贫困线上挣扎的时间太长了 几乎没有过过什么好日子 吃得太多 稍微运动消化一下 这才与乌恩两人一起上了一辆电车 往道外太平桥方向 电车终点站是太平桥 太平桥过去是三棵树 那里是日本的桥民区 主要居住的是普通日本桥民 主要是在车站上工作 江家大车店 这是周森跟顾老六约定会合的地点 周森跟乌恩来得稍微早了一点 顾老六等人还没过来 他们就先在店内找了个桌子 要了一壶茶 坐了下来 店老板也不认识他们 不过店内经常有人过来歇脚喝茶 这都是正常的 也没太在意 正常招呼就是了 到了约定的时间 顾老六带着两个人进来了 见到周森 赶紧过来 他们都换了便服 不然穿一身警察黑皮 那不都暴露了 头 顾老六坐了来 倒了一杯茶水 咕咚咕咚两口就全喝了下去 就两个 周森诧异地问道 自己开除的赏钱不少了 我就带了两个过来 其余的都先安排去了赌方附近盯着了 这里是商家跟赌方或多或少都有关系 咱们这么多人 又都是生面孔 我怕会引起对方警觉 顾老六解释道 周森点了点头 自己还真是有些稚嫩了 在这方面还真的需要学习和加强 一会儿 我跟乌恩进去 你留在外面接应 一旦有事 我会给你发信号 周森说道 那是什么信号 半个小时之内出来 说明没啥问题 若是一个小时都没出来 你们立刻冲进来救人 同时报警 周森一咬牙 果断地道 他们要是对头不利 说明不怕警察 只怕是报警也没有用 顾老六 你报警的时候说 我是来太平桥赌方查安的 发现有苏俄间谍在里面活动 周森呵呵一声 扯虎皮 拉大旗 谁还不会 太平桥赌方背后的秦老七再厉害 这通苏俄的罪名 只怕他肩膀上的那颗脑袋是扛不住的 顾老六眼睛一亮 这这儿 高呀 那个老六 租一辆车 备用 起身走之前 周森又想起什么 回头嘱咐顾老六一声 明白 太平桥赌方 五个大字的牌匾就横挂在这大门之上 这笔风 如有凌云之质 气势非凡呀 不知是出自那位名家之手 看起来没有流名 似乎也就是不值一提 这里虽然不禁任何人进入 但门口却始终站着四名身材壮硕的大汉 看他们装束 都是统一的 腰间鼓鼓囊囊的 应该都配备了武器 一进入赌场 一股热浪夹杂刺鼻的味道直冲而来 有脂粉的香味 有脚丫子的酸臭味 还有大烟的味道 那真叫一个酸爽 周森差一点都有一种把中午吃的面条都吐出来的感觉 原身虽然偶尔也会玩牌 小赌放松一下 但不会来这种乌烟瘴气的场所 实在是太受不了了 但对于有些人来说 这里的味道已经是甘之如頤了 说明来意后 就有人领着他跟乌恩两个人穿过大厅 再通过一个长长的廊道 来到一间富丽堂皇的房间 虽然房间地面上铺着的名贵的地毯 各式灯具和摆件也都不是繁品 但屋子里的格局 完全是一种爆发户的风格 毫无章法和美感 唯一让周森眼睛一亮的是 那张硕大的椅子上 居然铺着一块完成的青狼皮 这东西 后世也是极为罕有 即便在这个时代 恐怕也没有多少人能够拥有 狼皮上端坐一个年轻人 翘着腿 手里玩弄一把锋利的丸刀 那刀在他手里 就跟玩具陀螺一样 怎么旋转翻飞 都逃不出他的手掌心 桌上 玻璃杯内上有一小口残酒 琥珀色的酒叶 边上的酒瓶子上显示是白蓝地 周森认得 秦朗 外号 清朗 到外黑道首领秦妻爷的二儿子 太平桥赌方的主事之人 我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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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